你说这个寒谈热谈都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有网友说 不行啊 我吃这南瓜子 我怎么就上火了呢 哟 今儿嗑了一袋南瓜子 然后满嘴起泡 没猜错的话是上火了吧 王上说了 啥南瓜子能花坛 我就赶紧去草丝 卖过来一袋 这假如嗑的呀 现在贪美好不索 还更多了呢 是不是闹了 要问大伙 平时吃的南瓜子 为啥爱上火 您看看您 是不是也和咱们网友吃的一样 是这种超市买的 成袋的炒南瓜子呢 我们从这包南瓜子的 配料表当中看到 每100克的南瓜子当中 那的含量472毫克 占到我们每日所需 那的24% 简单算一下 每100克南瓜子 含盐就是1.3克 而这袋南瓜子 净重230克 含盐差不多就有3克了 也就是说呀 你吃完了这袋南瓜子 也就吃进去了 每日炎量的一半呢 这对于咱们控盐 肯定是不利了 另外从中医角度说 吃了它也容易上火呀 因为你吃出的味道越好 越有无味的料 说明加在调味料都越多 而调味量大量是属于温性的 所以说 它的热量就增加了 那这时候肯定会吃了感到 发造这种感觉 发热的感觉会有的 我先看起来